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生疤,故宫女主的八千万美国豪宅签出了她 生疤,红三代 故宫女 主一夜爆红 不出所料,大忌进故宫的事件发酵了,并且激起了很大 的舆情反弹 和之前251事件的发展路径很类似 原本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但却因为撤热搜 删微博等操作激起了观众的逆反心理 引发了更多的反感 Some I'm willingly click Ktovair original image 在此,仍要重申官方 媒体侠客导的话,一百多年过去了,故宫早已不是封建帝王的私产 任何围绕故宫的开发经营和活动都不能忘记故宫的人民性 今天 我们不说别的,只吃瓜,这个瓜和房子有关 当事人在网络相册in Stagram晒出了于2018年3月在洛杉矶富人区Nuke Odd Beach买下的海景豪宅,正好我对美国房产有那么一点严 就,这里就和大家一起扒一扒这个料 故宫当事人Lulio在相册上 一共上传了两张他的豪宅,两张图如下 Thumbnail v One lay, click to wire original image 豪宅图一 Thumbnail v only, click to Wire original image 豪宅图二 你觉得这两张图的信息量可否支持我们找到这套房的详细地址已经背后的一切信息? 答 暗示 完全没问题 下面介绍的方法几乎可以让你成为一个美国房产 业余侦探 因此请大家慎用 美国境内房产的扒皮 一般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直接把当事人晒出图片拿来用 在Google上搜索该 图片 由于目前图片搜索的智能度越来越高 很有可能通过相似图片 找到房产在挂牌出售时经纪人附上的图片 那你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箱 四图片所在的网页看到这套房的所有信息 第二种方法则是在第一种 方法行不通时不得已采用的方法 那就是根据房产所在地 通过查询 当地所有的房产成交数据 找到这套房子的信息 这种往往比第一种 费时 目前 暂时无法使用第一种方法去对应女主炫富的照片 但她 这个情况非常适合用第二种方法 因为其定位已经将查询目的地缩到 一个相当小的范围 即Newport Beach 的 Newport Coast 这是一个范围很小 人口不到一万的一个地区 而且区域内有不少山地 房产数量少但总价高 要找到具体是哪一套房 一 点也不难 Sumniar Vianney Clickto Wire Original Image 我们开始吧 打开REDF IN 这是美国最大的房地产网站之一 所有数据应有尽有 搜索N Newport Coast Newport Beach CA 选择 只显示sold的房源 已售出房源 范围定位过去两年 然后考 绿岛旗晒出的照片是独立屋 所以在Property Type 这一 选项中选择仅显示Houses 独立屋 这样一来 我们的搜索 范围就越来越小了 Sumniar Vianney Clickto Wire Original Image Rackfing 搜索 结果不出所料 根据搜索数据显示 整个Newport Coast 过去两年的成交独立屋总数只有244套 我们不能保证当事人就是 在晒图的那一刻买的 可能当时只在看房 也可能当时已经买了好一阵子 所以还是凭借图片的对应来查找是最可靠的 由于有200多套房源 我以为要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没想到最后使用 了15分钟 或许是因为我在美国看房经历比较丰富 又结合当事人 给出的两张照片 一眼就排除了很多房源 最终确定到了下面这一套 Sumniar Vianney Clicked over you Original Image 女主相册中的洛杉矶豪宅为了不亲 范隐私 已将门牌号盖住 之所以可以100%确定是这一套房 是 因为该房源的相册中 不少照片完全符合女主上传照片中的线索 比 如下面这个客厅 从摆件 视角 窗帘 沙发来看都完全相同 须知 美国的独立屋即使是键商新盘销售 其内部装饰都有很大的个性化空 尖 不可能出现同样的视角下同样的家装内饰 Sumniar Vianney Clicked over you Original H 作为经纪人当初上传的房源照片 又为女主相册确定了房源 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套房的基本信息 根据Rackfing网页显示 该套房最近一次成交价为1,181万美元 和8,140万人民币 套内使用面积为7,644指 和715平方米 占地面积为0.4 5英亩和1,821平方米 共有4个卧室和9个卫生间 我们没 有看错 一般来说 卫生间数量相对卧室越多 则证明房子越是豪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